就在今晚老王杯最有节目效果的一把比赛来了 德华战队对战小组积分第一的拉拉战队 结果花子直接把惩戒藏起来了 开创新型斩杀流 哪吒打野 花子也把本场比赛当成自己的退网之战 如果输了直接宣布退网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斩杀打野竟然赢了 跌倒跌倒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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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兄弟 那就让我们看看局内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吧 花子原本是带着惩戒的 但是更换了国服推荐出装 然后就把惩戒换成了斩杀 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进入游戏才发现不对劲 裁判看见后也表示不能重赛并说明理由 这个确认过了 换不了了 这个是你个人的问题 实在没有办法 加美娜战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比赛 五名队友轮流帮花子 速刷野区 因为没有惩戒的原因 只能在暴君刷新以前打赢一波团战 让对面没有资格拼成 对面似乎也信有灵犀 双方五人直接集合上路 开启一轮火拼 可惜的是 四分钟以前防御塔免伤实在太高 最终只能打了一波二换二 虽然看似没亏 但这也意味着 我方已经没有资格在争夺这个暴君 加美娜此时也给大家教学了一波逆风局 应该怎么打 敌方如果要野怪就给野怪 要防御塔就给防御塔 但是你只要敢压上我方高地 就直接开你以求最后的生机 可惜的是 尽管把技能都交到了孙上香脸上 但还是被他跑掉了 复活后的天安 马不停蹄赶去支援 威良可能因为发烧的原因 拿到暴君以后 直接大招 冲进人堆 被打了一波掉点 让我方可以去换主宰 继续苟延残喘 一切的转折点 还得是12分钟这一波 敌方四人想强压我方高地 却忘记了射手恶梦 哪吒和亚连的存在 死了 有第一星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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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路 我们上路有线 我们上路有线 我来 我来护上线兄弟 我们上路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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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来拖 我来拖下后 我来拖下后 来下来下 可以走可以走 紧接我方也趁着这波团战的胜利 一路从二塔拆到对面高地 但没有承接的劣势 不是靠着几波团战胜利 就能弥补的 第二条暴君刷新我方 甚至来抢夺的欲望都没有 只能继续退回高地守家 我方也成功凭借顽强的毅力 在三高拳破的情况下 守到了20分钟 眼见风暴龙王刷新 只能出来放手一搏 花子率先开大飞 孙上香 吹起进攻的号角 平安紧随其后 做最后的反扑 这时我方水晶突然出现 像梦泪一样的男人 想依靠偷塔结束比赛 可他终究不是梦泪 最终德华战队 凭借着极致的手法 成功逆风翻盘 对了老王杯线下总决赛 将于8月25日 在四川体育馆举办 如若加美娜能闯进决赛 平安将会露脸参与 目前预约售票已开启